讲到骨质疏松 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需要补钙 而补钙又会立刻想起牛奶 但原来每100克的牛奶 只有104毫克的钙质 其实不少蔬菜 它钙的含量比牛奶更加丰富 好似法菜 每100克 就有1187毫克的钙 含量足足是牛奶的11倍 而100克的紫菜 就含有342毫克 是牛奶的3.4倍 每100克的野燕菜 含有336毫克的钙 是牛奶的3.3倍 鸡蛋就是牛奶的1.8倍 皇帝菜每100克 都含有115毫克的钙 最后就是番薯叶 每100克都含有105毫克的钙 金箍低热量又高纤维 一直被视为减肥的良品 但不少人都曾经试过 昨天吃完的金箍 今日就在厕所 原调这样排出来 金箍之所以难消化 是因为它有几丁质多糖体 这种成分的结构杂实 至少要390度以上 才有可能被分解 是金箍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这种物质 成分坚固到 连胃酸都无法完全溶解 所以金箍就算经过完整的人体消化 仍然可以在厕所里面 和我们再次相见 因为这样 有不少人会质疑 到底金箍的营养 是不是顺利敢被吸收 台湾龙委会就给了我们答案 说金箍在烹煮和咀嚼进食的过程里面 已经将它的营养和蛋白质 例如水溶性多糖 氨基酸等等 释放给人体吸收 第二天 在厕所再次见到的金箍 只是无法消化的腺脊纤维 咖啡好处有很多 但除了有可能影响睡眠之外 其实还会影响五大营养吸收 有研究指 咖啡里面的叶酸和咖啡因 会影响钙质的吸收 增加3.9%骨质疏松的风险 但在美国医学会期刊的文献就说到 其实只要吸收足够的钙质 就可以抵消咖啡带来的骨质问题 所以目前关于咖啡和钙的关系 仍然有争议性 美是人体不可以缺少的抗物质之一 如果摄取到 每公斤6毫克的咖啡因 两个小时之后 就会由尿里面排出美 钙 蠟 甲 等等的各种抗物质 所以喝咖啡的时候 尽量不要和含丰富美的食物 好像坚果 香蕉 黑巧克力等等一起吃 也都因为咖啡有理尿的作用 水溶性的维生素 包括维他命B 就会因为排料增加而流失 另外 咖啡因也都会干扰 维他命B的代謝 而行丰富维他命B的食物 就包括瘦肉 奶和蛋 咖啡因也都会干扰铁质的吸收 影响红血球的生成 如果吃铁质丰富的食物 好像红肉 内脏 红豆 紫菜的时候喝咖啡 会减少脂质吸收达到8成 最后就是维他命D 咖啡因 是维他命D受体的液制剂 会影响维他命D的吸收 将而减少骨质密度 含丰富维他命D的食物 就好像三文鱼 蛋黄 豆奶等等 上班看电脑 下班玩手机 眼睛很累很不舒服 台湾营养师何怡林建议 大家用眼睛30分钟后 就要让眼睛休息一下 另外也可以吃一些护眼的食物 深绿色的初菜 骨黄色的食物 含有叶黄素 和类胡萝卜素 叶黄素可以减少自由基 在眼睛里面产生推积 降低白内障 黄巴布病变 以及蓝光的伤害 而类胡萝卜素 可以维持夜间视力 又可以减少眼睛光劫 每人每日 最少要摄取6毫克的叶黄素 而一碗煮熟组的菠菜 就有12毫克的叶黄素 芥兰也有10毫克 而牛奶和鸡蛋 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也含有维他命A 有助维持视力 而眼睛视网膜 有一层屏障 只可以被DHA通过 所以摄取鱼类 或者是鱼油 是最有效帮助眼睛 可以保护视网膜 抑制化炎反应 吞拿鱼 清鱼 秋刀鱼 都含有丰富的DHA 最后就是紫色的食物 像茄子 蹄子 和蓝莓 它含有花生素 是一种类黄和化合物 有非常强的抗氧化 和消除自由基的能力 可以减少水晶体 和黄斑部 受到氧化而产生病变 另一方面 花生素 可以出进类胡萝卜素 转变成维他命A 所以亦是非常好的护氧食物 血脂 是指血液里面的脂肪 主要包括胆固醇 和三酸甘油 当血液里面 流通的浓度 高过正常值 就是高血脂症 而高血脂症 初期是没有症状 但久而久之 若不加以控制 脂肪会长期团积在血管内壁 就会造成动物硬化 并且发生血管阻失 引发心脏疾病 甚至是脑紧失 或者脑出血 其实只要从健康的饮食入手 吃对的食物 就可以有效降血脂 首先就是泥物 它是灵胆固醇的食物 而且可以促进神经 和脑细胞化育 也有效降低坏固醇 和三酸甘油 而且纤维量很高 可以增加我们的霸腹感 从而减少吃其他东西 第二就是豆腐 豆腐含富的蛋白质 亚油酸 大豆二黄酮 钙质 大豆造素 和多种维他命 而重点的营养素 就是大豆造素 可以防止葡萄糖 在长度里面和脂肪结合 并且抑制脂肪吸收和堆积 降低血液里面的坏固醇 之后就是植物奶 植物奶不含胆固醇 所含的植物固醇 可以阻断消化系统里面 胆固醇的吸收 令到胆固醇 无法进入血液里面 还可以将多余的胆固醇排出 第四就是青鱼 青鱼含豐富的Omega-3脂肪酸 对心脏 心血管 和脑部都非常有益 可以促进身体排出胆固醇 减少低密度的胆固醇 也有助降低血液里面 三酸金油脂的浓度 最后就是姜黄 姜黄所含的姜黄酥 可以降低患脂肪肝的几率 抑制坏胆固醇形成 帮助身体代謝脂肪 和促进肝脏回复健康 又可以降低血液里面 低密度胆固醇 和三酸金油脂的浓度 木瓜有特殊的香气 写上来也很甘甜 台湾营养师慢慢就说 木瓜的热量 比起很多常见的水果 好像苹果 奇耳果 火龙果等等 都重要低 每100克 只有大约38克 他说木瓜果肉的颜色 是来自丰富的Beta胡萝卜素 和维他命A 对于维持皮肤 和眼睛健康都有帮助 木瓜果肉 还含有木瓜蛋白煤 经常吃肉 觉得消化不良的人 饭后吃一些木瓜 可以帮助消化 而台湾营养师 留意你们都说 木瓜的抗氧化能力高 还可以促进代謝 帮助消化 增强抵抗力 抗老防衰 降胆固醇 和帮助伤口愈合 如果有便秘困扰的人 他建议吃木瓜肉 效果不错 而不少人喜欢喝的木瓜牛奶 他说牛奶中的脂肪 可以帮助木瓜的维他命A吸收 有养颜美容的功效 而木瓜的维他命C 就有助于抗氧吸收 帮助牛奶烧化 在检木瓜时 慢慢提到 只是看颜色 不一定判断木瓜是否成熟 因为有些品种的木瓜 在成熟时 表皮不一定 会全部转变成金黄色 他建议可以观察表皮的斑点 和按一按果底的周围 若果已经出现了一些斑点 而且果帝没变软 这样就可以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